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才一个人讲完 然后马上就变成我们两个人 然后我们两个人讲完 可能又要聊点别的 反正我就觉得一个礼拜一个礼拜 时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 尤其是特别是有在做Podcast 这样一集一集的记录 我就觉得说时间真的费事 就是啊 我就说因为我们有在做 我们有在录Podcast 所以我们才会 就是很清楚的一个礼拜一个礼拜 的这样子过去 上礼拜好不容易就达到 那个二十级的里程碑 这样恭喜恭喜 真的 真的不可思议 我觉得我们好像才刚刚开始 你们两个才到我家 才刚刚开始的感觉 结果居然已经二十级了 真的时间实在是 很快 对 然后我们今天 其实就要轮到这个 遗忘专辑 对 可是在遗忘专辑之前 你就是 你非常的忙碌 我今天有稍微的做一下功课 就是你知道就是你 你 1995年的 年底发的味道嘛 对不对 那其实是 1994 发味道 然后1995的暑假 是发遗忘 因为它是搭那个 风中期 大概秋天的时候 可是你知道你在这之间 你做了超多事情 我就想说 哇 你那时候应该是超级无敌忙 对不对 你二月的时候情人节 过年前就先发春天的花蕊 那是个合集 然后情人节的时候 又发了那个领悟的英文版 那是一个 Love Love Realty 对 跟便利商店合作的那个 的一个 等于像广告单子这样 对 然后你 也是在那一年之后 就是跟 那个张国荣合作 就是新夜半歌声 称情相拥 哦 都是在那个时候啊 对 然后在那一年的 那年已经很忙了 对不对 然后到夏天来临之前 就是六月多 就是风中其远 所以你看你在发 遗忘之前 你做了这么多事情 对 因为其实就是 我觉得出完领悟之后 就一直很忙 然后味道出了以后呢 就更不用讲 就 真的好像 所以 所以你知道我老实讲 就是说我的 记忆不多 因为 就是在那一段时间 都在忙碌中 对 都在忙碌中 度过这些日子 真的 老实说 真的记忆不是很多 而且你因为 味道的关系 你在香港也红了 嗯 对 而且味道是自己红的嘛 在香港 对 对 然后 那一年那个 后来是1995年 还有得到一个 那个金奖 对不对 是 就是香港金曲 他们叫做什么的 金歌金曲 因为为什么 我记得就是 因为微博上面 有朋友 他们有的时候 又会 重po一下 那个 我得奖的 那个整个的 一个video 这样子 对 然后我就 我就会很 清楚的记得 那个时候 对 在香港的 颁奖典礼 然后领完奖之后 就唱味道 这样子 所以 所以那个 那时候你也就是 等于说 有去香港宣传吗 有没有印象 有啊 因为 味道专辑 味道这个歌 其实是 自己在香港 红的 就是 香港的DJ 自己放 然后就变成 每一个电台 都在放 所以我就 我就去 这个香港 做宣传 我记得 我那个时候 那时候的 粤语 比现在好多了 因为常常去嘛 因为那个时候 就感觉上 是常常去香港啊 所以 有一阵子 我对香港 也很熟悉 就是 例如说 我们 我们大概都会 固定住一个饭店 同样一个饭店 然后 就有一阵子 就非常的熟悉 然后 我也 有学一点 这个粤语啊 因为 因为其实你去香港 做宣传 所有的这个媒体 全部都是跟你讲 这个广东话嘛 全部是跟你讲粤语 哦 不会有人要跟你讲 国语的啦 可能现在比较不一样 对 除非是那个主持人 他本身 就是会说 比较会说 一点点的 这个普通话 然后 要不然 所有的媒体 都是 都是 讲粤语 所以我那个时候 就必须 我就必须要会听 然后 当然我还是用 国语去回答 可是我至少 在听的方面 就 比较OK 这样子 哦 那那个时候 旁边也会有人 在帮你翻译之类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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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完全听得懂 就对了 对 其实 你常常去 然后常常接触 其实 你就听得懂了 对 哦 那 但学姐你可能也有 很有学习语言的天分 哎 并没有哎 我跟你讲 我就觉得 我一直觉得 我的粤语歌唱的 就很不好 我觉得 我的粤语发音 一直我都觉得 这不够好 这样子 哎 可是我刚刚 我刚为什么要讲 这个香港的事情 就是因为 我刚刚不是列了一大堆 你在发 遗忘之前 一大堆的工作 对 我又想到一个 你在那一个时期 你还帮那个香港 那个 武汉春天有个约会 也唱了主题歌 嗯 对 哦 也是在那个时候 离春天多么远 对 对 然后那首歌也是比较 离春天多么云 对 比较少人知道 可是那首歌也是 也是很好听 这样子 然后 我印象就是很深刻 就是我会去看 那个YouTube的 那个 的 评语嘛 然后就有很多人就讲说 哇 你唱歌 听不出来 不是香港人 这样就觉得 就觉得你唱得 哎呦 真的 这太抬举我了 哪有 都觉得我真的唱得 很就是咬字 很不OK 真的 你知道我们有那个 香港的歌迷 那个Alice啊 然后他也说 他听那个 唱香港歌也是 他也觉得说 好像是当地人 唱的那种感觉 这样 真的哦 哇 那我很开心 不过 不过既然这样讲 那我就当然要说 那那人家 我们是有上课的 就是有 有针对这个歌词 我们有 有有 有单独 这个 挑出来 有有学习的 这个歌词的发音 这样子对 对 就像那个 像是去年年底的时候 你唱那个 I promise 有没有 因为你本来也不是 很会说台语 然后那个 陈子宏老师 就在那个录音室 帮你修正 修正这样 结果你那首歌唱的 也很 依靠 也很是很够 很依靠 这样子 很依靠 对 所以就是在 我觉得就是 呃 录音 唱歌 配唱的时候 应该是可以发的很准 这样子 因为你知道 以我来 就是我 我讲到这种唱歌 唱就是一个歌手 他唱不同语言的歌的时候 就是你知道我以前 就是比如说 呃 我有那个呃 侄子 他但他跟我年纪 没有差很多 但他是我们的亲戚 然后他是从美国回来的 那我们就会在车上 就会听一些歌 这样 然后我们就会特别的 那时候就有放你的歌 给阿姆听 就是放比如像 温车来 一些英文歌的专辑 然后我们还有特别的问说 那你觉得这歌手 咬字怎么样 或是怎么样怎么样 嗯 不过我那个 我的支持他有跟我说 他说其实 其实唱歌的时候 其实那个腔调 其实说 呃 就是说你如果 够下功夫的话 你是可以翻译 就是发得很好 你不一定会担心说 你可能讲话有腔调 可是你唱歌 其实是可以把那个 那个语言的 那个歌的味道唱出来 是没问题的 这样子 他们听 他觉得不错啊 觉得也不会特别觉得说 哦 可能是台湾歌手 唱英文歌 就会有什么台湾腔之类的 不太会有这样的问题 这样 嗯 你讲到Winterlight 我记得我发Winterlight的时候 我碰到一位 实在很抱歉 我忘记他的名字 那他是ABC 可是他也是一个歌手 一个男歌手 然后他是ABC 然后他碰到我 他就跟我讲说 哇 你你你唱那个 就是你的英文歌 都完全没有 没有 就是 没有 没有那个 没有就是 不OK的腔 这样子 那种腔的感觉 他说听起来是很道地 因为他自己是ABC嘛 然后 对 我就我就很开心啊 因为我就心里想说 有一些 比较简单的英文歌 我可能就会 唱的比较流利一点吧 这样子 对 对这个歌 对歌手来说 应该会 你可能听到 应该会觉得很开心 我的确是很开心 因为 因为他自己本身是ABC嘛 然后 嗯 诶 我真的忘了他名字 然后他还特别 跑来跟我讲 就是我们好像 有一次上通告 碰到嘛 他是歌手吗 然后那时候他就 他是歌手 他是歌手 然后他就跑来跟我讲 对对对 他说 哎 那个 你唱的那个 Winter Light 哎呀 非常非常棒 那个 完全没有腔调 这样子 我说啊 真的吗 哎呀 太感谢 太感谢 这样子 我还特别记得这件事 嗯 所以就是 那个时候 就是在香港啊 有没有就是 任何的 就是 我指的是 可能任何的想法 就是说 你可能有一天 要发粤语 帮你发一张粤语专辑啊 或是都没有 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可能 可是我觉得 我国语的schedule是 应该是 太满 比较满一点 就是 就是你发完遗忘 然后大概接下去 他们就要 又要赶快准备下一张 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 我那个时候 已经唱了很多 例如说 领悟的英文版本 粤语版本 然后唱了一些粤语歌 然后又跟 对 这个合作 然后其实我 那个时候也挺忙 如果说 你要出一张粤语专辑 可是我在想 当初没有 可能是公司觉得 市场还好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 可能粤语的市场还好 没有国语的那么大 我觉得 所以就 没有做这件事情 对 因为那个年代 也正好就是 所有香港的歌手 来台湾发展 最蓬勃的年代 其实他们 他们要抢攻国语市场 都来不及了 然后 就是 我们还会 就是那边去香港 发音粤语专辑 就是可能比较 就比较少啦 就是说你 你会去唱粤语歌 可是就是 不是整张的那一种啦 这样子 嗯嗯嗯嗯 所以你就是在 在夏天 然后就是已经这么忙了 然后你又在 很快又在 就是大概 哎 遗忘那时候 我记得应该是 八月七八月的时候 发行的 对 因为 我印象中 他就是 就是领悟 过后的一年嘛 差不多 那个时间 对 大概是八月 对 然后连 连封面都跟领悟 有点像 对 对 没错 我超喜欢 这张封面的 因为这张封面 就是你 就是 一样是站在水上嘛 可是就是 但是 但是就是 你好像就是 因为你的那个领悟的封面 是站在一个 水 水面上的感觉 可是你现在那个 遗忘的专辑 就是好像 就像歌词讲的说 它重游就地 可是那个风景啊 你的表情啊 那个色调啊 什么都 就都不一样 就是 我觉得还蛮 蛮有概念的 其实遗忘整张专辑 我 当然 一样嘛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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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听过一遍 然后 我觉得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 遗忘 是到 这个 澎湖拍的 MV 哦 因为 非常的 非常的炎热 哦 那个时候夏天 非常非常的热 尤其是澎湖 我们是在 我们是在 一艘船上拍的 哦 那个MV 然后 我记得我是穿 全身白嘛 然后 在船上拍的 然后 非常的热 哦 那个时候 对 然后 嗯 我觉得我很快的 把这个 遗忘这张的歌曲 我念一遍 因为我觉得 有些朋友听 可能他们知道 这张专辑也很熟 那可是 我觉得也会有一些朋友 他们说不定 只是听过 这张专辑的某些歌 他们并不知道 这张专辑的全貌 我稍微念一下 我们有 我们有风之彩 然后遗忘 然后荒唐 然后不如这样吧 残眠像花朵 非你不等 然后 跟随你 然后美丽的爱情气球 决定 然后最后一首歌是悬崖 这样子 十首歌 对 然后呢 我自己 其实我自己最喜欢两首歌 你要不要猜 好 我猜 我猜 你猜 你来猜 我知道你 我知道你喜欢悬崖 对 然后还有一首呢 呃 哇 还有一首是 是 不如这样吧 哎 你怎么那么准 我真的太了解你了 你怎么那么准 你怎么知道 你为什么知道 还是你也喜欢 我不知道 我没有啊 我当然是喜欢风之彩啊 没有 我就是说那些比较熟的歌 例如说风之彩 遗忘 荒唐这些 你看像那个小巨蛋 我有唱到那个美丽的爱情气球嘛 然后这次回报一个 我有唱荒唐嘛 对 那遗忘是更不用讲 遗忘是每一次演唱会都会唱 而且我们都做了好几次的改编了 这样子 对 然后风之彩 也是都常常唱 一直唱 对 我觉得这些歌就都不用讲 反正就是常常唱 然后大家都知道 然后我就喜欢像这种 不如这样吧 还有宣爱 我就喜欢这两首歌 因为我又在重听了一次以后呢 我就觉得不如这样吧 我就很喜欢他的编曲 尤其是他的那个弦乐 我觉得我很喜欢他这首歌的编曲 这样子 而且这首歌就是你的唱法 就是比较有点 就是比较随心 像架子的那种感觉 对 因为他的编曲是比较 是那样子的一个曲风嘛 这样 对 然后那个璇海 其实他是 是一个老外的曲子 所以他本身就是 就不是一个国语歌 然后我又觉得 我又超喜欢去演绎这种 就是外国歌这样子 所以 然后在唱法上面 也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两首歌 我就是在这张专辑里面 我最喜欢的 原来我也超喜欢的 我这样 这张专辑里面 我最喜欢的 应该是 嗯 风景风之台 我知道 你一定喜欢风景 我在讲好没有创意 好没有创意哦 真的 不过因为我今天 有在重听这张专辑过 我觉得这张专辑就是他 怎么讲 他真的是很整齐的一张专辑 就是我觉得 滚石出的专辑 就是到 就是你 其实都一直都可以是 很可以放心就对了 然后再加上你的声音 他就是一定会是 一张好听的专辑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 我也是今天再听了一遍 我就觉得说 就是一样啊 就整张都很好听 这样子 对 他那边讲讲 很强的歌其实很多 就是那张专辑来说 对啊对啊对啊 而且我发觉 这个词曲编曲制作人 都是一时之选啊 其实 遗忘可以算是你 就是领悟未到遗忘 他其实是一个 就是有一个中 三部曲的概念 嗯嗯嗯 然后他 其实其实那个时候 歌手就是 其实就是都 一般啦 他如果走红一张之后 他其实他 那个模式 他其实可是可以延续三张 然后做发展 这样子 然后到可能到第四张 才会再再变换一个路线 这样那那遗忘 就是很明显 就是前两张的那个 就是我觉得他的风格 跟他的那个水平 都有都有保留下来 因为你就是还是热嘛 你在那个时候 我印象超级深刻的 遗忘的测标上面 就已经写了说 你是流行音乐的领航员 就是你那个时候 你知道已经变成 已经变成就是 带领流行风潮的 的歌手了 对而且大哥李宗盛 他继领悟之后 在这张专辑 他又写了荒唐 这样子 也是他的词曲 那这是 其实是一件 很不简单的事情 因为他那个时候 已经不太 在帮歌手写歌了 这样子 然后我还记得 遗忘啊 荒唐 我是 我是到马来西亚 去录音的 哦真的吗 因为荒唐是那个 Jan and Mac 他们就是 他们编的 编曲 然后我还记得 大哥有陪我 飞到马来西亚去 录音 这样子 对 那我觉得 遗忘这首歌 我就是 就是我 比较感兴趣的 就是那个时候 就是你有尝试 那个像 有点像是小红梅 然后后面那个 拉尾音的那个唱腔 呃 因为 遗忘这个曲式 我在拿到的时候 这个歌 我在拿到的时候 其实我也没有说 刻意要去唱 那个Cranberry的那种 那种唱法 可是我觉得说 他的那个 他的旋律 我就觉得 如果说真假音转的话 你就会有一个特色啦 那如果说你 如果说你 你如果唱得很死 这样就很难听嘛 你一定会是唱成这样 一定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 你一定要有那个灵活度 就是这首歌 它的 它的好听的地方 才会出来 所以我那个时候 一拿到demo的时候 我就觉得 嗯 我这个歌可能会这样子唱 这样 对 哦 我今天整个就是 那我又整个又再度的 被 就被惊讶到了耶 因为我一直以为 我这一直以来 我20年以来 一直以为说 遗忘这首歌是专门 就是 要写一首像这样子的歌 来唱耶 结果不是哦 没有耶 我好震惊 那因为那个时候 王菲 因为她 我又不是 对 我刚刚本来讲 我又不是王菲 然后后来范小璇也做了 你记得吗 范小璇那时候 就也是很流行 然后那时候 就是很多个女歌手 像徐如允啊什么 都在都在唱这种唱法的歌 所以我想说 哎 那是不是为了一个流行 然后特别的写这样子的歌 然后叫你用这样的方法唱 这样 我一直以为是这样子 没有耶 因为那个歌 这个歌我们收到以后 因为这首歌本来没有要收 然后我是听到以后 我觉得它很特别 因为很少人会这样写 很少第一句会这样子写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 这首歌可以收这样子 然后呢 他们就说 你确定吗 我说我确定 我说因为这个歌 我可以把它唱的会有点不一样 对 哇 对 而且这让我想到 因为你对这个曲子是超敏感的 你说旋律还是什么 对啊 你对旋律啊 你一直对旋律 对对 我对旋律 最敏感的 对对对 对对对 后来变成主打歌 对 因为那个 我发觉像我们每次 录那个天下歌女 我们都会讲说 这张我最喜欢什么 或你最喜欢哪一首歌 有没有 对对对 然后我都发觉 其实我喜欢的都是旋律 我并没有因为这首词写的特别好 特别感动我 而喜欢 没有 我全部都是因为旋律打动我 这样子 对 嗯 没错 没错 因为因为我自己 你知道我自己在这张专辑 其实我自己有一个我不喜欢的地方 然后呢 就是因为你刚刚问我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讲说 你会问我我喜欢的什么歌 然后我通常都会讲歌 然后其实我都是因为哪个词 然后他可能是有写中我的信号 我喜欢 可是这张专辑啊 有一个地方的 就是他的词 有一些地方就是我不喜欢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觉得 像是那个蝉绵 蝉绵像花朵 像花朵 对 我就是不喜欢这首歌 可是不是因为他的旋律 或者什么的 是因为我觉得那时候 就是因为你领悟红了之后啊 然后呢 就是因为领悟红的关系 所以很多歌手要 很多那个写词 觉得有一点点模仿 对 对 他们要帮你写歌的时候 他们就会想要写那样子的路线的歌 然后就里面都是一些什么 啊 但是那时候你的歌 就是有一阵子就是 他有一些作词人 你可能邀歌 他就会给你那个路线的歌 这样子 没有 我没有 这是企划要求的 就企划会去要求 作曲或作词人 对 你们要写这样子的东西 这样子 对 对 我现在听的时候也是 也是觉得就是说这首歌 尤其是 我唱到第二句的时候 那个累了 我还是用讲的 所以我就觉得跟领悟就是很像 对啊 就是 他们会觉得说 那个 那个 那个歌work 所以你这张专辑的音 也可以那样子 也会work 你知道 所以 对 所以是这个想法 当时就是这样子 对 真的 可是但是其实我们就是 听的时候就会觉得说 啊这个 这个就有点太明显的 说就是要去 去做这样的歌 然后反而我就觉得 没有那么自然 这样子 不过你这张专辑的那个唱腔 有点不一样 你知道我要代替 我们的一位那个歌迷来提问 他就是 志祥 因为那个志祥 我今天 我今天本来想要邀请他 一起来讨论这张专辑 因为他 他一起来 他都会一直说 遗忘就是他本人的最爱 这样子 然后我今天 他今天就很遗憾 因为他说他在外面 他没有办法参与我们的录音 可是 他就特别特别的 希望我一定要 就是提问一个问题 他觉得你在 嗯 遗忘这样专辑的时候啊 就是特别如果你用耳机 的话 可以特别听得出来 他觉得你在这样专辑的时候 唱歌特别有一个 口气音 他觉得就是你说 你在你在这样专辑唱歌 你可能 唱歌就是可能会有 我也 他就说 他就说是不是录音 是把它录下来 或什么 他就觉得这样专辑的那个口气 听起来会特别的不一样 这样子 这样专辑在唱歌 我完全 真的不知道他是讲哪里 对对对 因为我刚刚有说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可是他说 但是他就听得很细 他觉得你这样专辑 就是跟别人的不一样 你特别就会有一个 好像说唱歌一个口气 这样是有把它录下来 我自己的感觉是 我听这样专辑的时候 我觉得你的歌声 有放的比前两张要再更软一点 我觉得这要怎么讲 不是说因为唱腔故意去改变 绝对不会做这种事 完全就是因为歌的关系 完全就是因为歌 这个歌这样子唱 那个歌那样子唱 你说例如说风之彩 风之彩 因为在当时其实 当然也有两个版本 一个就是在电影里面的版本 是比较musical的 然后唱片里的版本 就是一望里面的版本 就是流行歌嘛 就是流行的唱 唱法 而且两个版本的编曲 也都不一样 对不对 两个版本的编曲也不一样 所以呢 我在唱法上面 自然也就会有点不同 因为电影里面 就是很音乐剧的 musical的方式 去唱 然后唱片版的话 我当然就会唱的 比较流行歌 然后你听起来可能 你说会比较 会比较柔顺一点啊 会比电影版里面的 应该是滚滚河水两岸拍 之后就是风之彩了嘛 对对对 所以我就 因为我就不知道说阿Win 他讲了就是说 他听了这个一望专辑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 到底是具体的事 是哪个方向或哪首歌 这样子 所以可能要下次要直接问他 可是我是觉得我不太可能 我不太可能会因为说 在以往的时候 我要去改变我的唱法或什么的 应该是没有啦 所以学姐你唱歌 其实你本身你技巧就是有了 就是你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技巧 可是你在面对一个歌 你要选什么技巧去唱这个歌 或是什么方法 其实你是很直觉的 是吗 对啊 因为你你唱不同的曲风的歌的时候 或者是不同形态的歌曲的时候 你一定是会不一样 而且你的情感 你的表达都会不一样啊 这都会影响到 就是唱出来的一个感受 给人家的感受这样子 比如说像去年录那个姚记的时候啊 我就觉得说 你唱姚记 比如说你去approach姚记这首歌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是超级直觉的 就是那种 因为那首歌就是它是一个 等于说是一个很深层的情感 我们要唱的是很深刻的东西 所以都不用特别的去做什么设计 你就是一个人在录音室里面 然后你就投入这首歌 可他唱出来就是那个样子 懂我意思吗 就是你也不会特别想说 啊我这首歌我要唱的怎样 我要柔我要刚 我要什么 可是你就是当你很直觉 就是去感受那个唱出来的时候 就是会是那个样子 因为其实我跟你讲 你不管是唱姚记 或者是任何歌曲 其实你头脑都是要放空的 你才会自然 对如果说你要去设计 你要去设计这首歌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就是 那已经就是 你是在去演了 演一首歌了 并不是把你心里面的情感 直接唱出来 对 那姚记为什么会让你那么的清楚 这一点 是因为姚记他本身 其实因为他的音域很低 然后比较接近我们说话的一个感觉 嗯 对 然后所以 你就会觉得这个好像是真的像 像这个比较内敛的一个 很深沉的一个情感的表达 对他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情感的流露出来 不过你说到这个话题 真的是我觉得是太切合我今天的主题 因为我现在还要再聊另外一首歌 也是一望转集里面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作品 然后可是他就是跟我们今天 刚刚讲的其实是非常有相关 就是那首歌就是非你不等 可是我要讲的这首歌其实 但是这首歌 他很明显 他就是一首设计过的歌 这首歌绝对是 因为是虫哥的作品 嗯 虫哥 他的确他会 他会希望你要怎么唱 例如说 我们整张的这个英文专辑 Winterlight都是去LA录制 那整张的这个制作人是虫哥嘛 小虫 对 他会特别的要求你要怎么唱 这个我们到时候讲到那一张的时候 还可以再说 嗯 那是因为 呃 我觉得是因为制作人 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喜好 嗯 他会要求歌手要怎么唱 然后 所以他会 你会听出来就是说 哎 好像有设计 设计感 这样子 对 那包括他在写这个曲子 然后他在写这个词的时候 其实 都是有设计的 就是他都已经想好 就是说他想要你怎么唱这样子 对 比如说哪一个字是假音 然后哪一个字怎样的音 就是导 这个导 这个导 没有 这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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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可能 你如果要这样的话 你怎么唱歌 我问你 他不会管到这么细的部分 这个唱歌是我自己handle 这样子 对 你知道因为我之前就是读过一篇 那个时候你的新闻 然后他就说你就是说这首歌像你在那个录音室里面唱到你就吐出来 报道那时候是这样子写的 然后那时候我就 然后那时候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 我都会 就是我那个年纪还小 可是我们自己听到这首歌 我就会想象星小琪唱歌很痛苦的样子 我不晓得 我完全没印象 你不知道 我完全没印象 完全没有印象 但是我觉得小琪他很不简单 他帮你做那个 比如说我觉得他每次做 比如说比较东方位那个中国的歌的时候 就是很 你就会感觉到这种设计 可是他当你做像比如说像Winterland那种西洋 他以为他会做R&B 那时候他也会做那种很洋派的乐风 可是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他的那个range好大 原来就是啊 因为我进滚石之前 其实我为什么要进滚石 其实我有一个秘密 就是说我在当时其实我想我想要唱到三个人的歌 然后我才会进滚石 那第一个我是想要唱到李宗盛的作品 第二个我想要唱到这个小琼的作品 第三个我想要唱到罗大佑的作品 那么前两位呢 我都如愿达成 那现在剩下就是罗大佑 大佑歌我没有唱过他的东西 那当然现在也不可能了啦 因为他现在也不太 不太帮别人写歌 对我当初其实就是进滚石之前 自己心里面有这个小小的三个心愿 就是希望能够唱到他们三位大师的作品 那好可惜哦 那时候为什么滚石没有把你就是分进那个罗大佑组这样子 其实我进滚石的那个时候 我觉得罗大佑他已经很少帮别的歌手写歌了 嗯 你应该可以去查查看 因为他写的 因为他好像他在滚石的那个后面 他到最后帮一个艺人做专辑 就是那个娃娃 他帮娃娃做了一张四季专辑 然后后来就就比较少了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对 所以有的时候 歌跟歌手也是要讲缘分的啦 缘分的对 嗯 不过我还是要讲回来那个风之彩啊 就是刚刚讲到风之彩 就是我觉得风之彩很不容易 就是我觉得你完全 而且因为刚刚我讲的是我们那个编曲啊 就是他包括电影版的编曲 或是流行版的编曲 就是完完全全都是用西洋的那个原版的编曲 因为有些有些迪士尼的歌 为什么他会重新编 可能会跟那个歌手的range重新编 可是你唱的版本就是完完全全 就是用原来的编曲 可是你唱的版本跟本来那个 雷娃娃娃娃娃就是完全感觉就是不一样 哦 我们是用全部用original的 哦 对对对 对超原版的 可能是他的key我也可以唱啊 所以我们就 其实迪士尼有这样要求 他们是希望尽量都 就是就用他们的啦 这样子 对 对 那可能有一些歌手就是实在不行 就是要另外编这样 就是他就是整个编曲就是跟原来不一样 你知道像是之前他陈书华跟陈龙周华剪的 然后在之后就都有重新编的 像赵船他帮迪士尼唱歌也有重新编这样子 都有 都不是用原来的 你所谓的重新编是就是编的不一样这样子 就整个编曲都不是就是都不一样啊 可能像原版的 哦真的吗 对 可是他其实都不一样 就是都就是不一样的编曲这样子 哦真的吗 那我们都是迪士尼原版给我们的 风中起源就是他都是original的 对对 你就很厉害 因为你听起来就是跟那个原版的感觉是不一样这样子 诶你知道那个这样会不会就跳来跳去的 因为我刚刚后来因为你想要讲说你知不知道那个不如这样吧 也是一歌两唱诶 不晓得诶你说说看 就是琪琪琪琪琪琪琪他在自己专辑面也有唱过这首歌诶 诶好像是有这个印象 对对对对对 我是后来后来才知道的对 我们今天超级无敌的就是很认真在唱 就是在讲这样专辑里面的歌 你知道因为就是因为上次我们聊味道的时候啊 就有歌迷朋友反应就是我们就是都没有认真在聊专辑 所以余音同学应该很满意我们今天超认真的就是在挖掘每一首歌里面的内幕吧 嗯他很好笑 他说嗯就是我一个人录的时候 他说他拜托下次可以长一点 你讲废话也没关系 小强不用剪 你就废话你就让他长一点 他在微博留言 我觉得实在是很好笑 因为呢我那的确就是废话啊就一定得剪啊 没有大家你下次就来一个就是那种深录音这样完全不修剪的这样子给大家体验一下这样 那我们就来录一个那个鬼故事的这样就完全都不用修剪 因为小强不可能剪啊 对 因为他不可能听 最近我们本来也想要有一个鬼故事的企划这样 可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后制组就是小强 他是完全不听鬼故事的人 然后他就说如果我们录鬼故事的话 他完全就不帮我们修剪 然后我们就要就是完全就是很就是 就是原汁原味 原汁原味的成型 对 就是如果大家大家很想听这一集的话 赶快留言跟我们讲这样 我们就我们就可能会来录 是完蛮好奇的 如果都没有剪的会是什么样子这样 对 好就是总之呢就是一望张专辑 其实他就是一张怎么讲 他就是一张很很OK的流行专辑啦 就是在那个时候 怎么叫很OK啊 我哪一张专辑不OK啊 请问一下 比如说很多字的那一张啊 没有啦 我我知道你的意思啦 可是 对 可是我们就这个质感上面来讲的话 没有一张是差的啦 这样子 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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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当然 对 可是我想说所谓的流行专辑 我的意思是其实是说 你看你以前在福曼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你更有音乐人的感觉 这是真的 可是 但是你不要说滚石专辑 你那时候就是需要这样的专辑啊 因为那时候你已经是贵为就是流行天后了 你就是要打造这种流行专辑 那反而是在你以前在福曼没有的 我觉得啦 没有啊 就是不同的公司就是让让你成为不同的形态的歌手 就是在福曼时期可能你很多东西你都必须要自己来 然后你就会involve很多 然后可是到了滚石 因为因为他们资源太多 然后他们的人才太多 然后你只要你专心的唱就好了 在刚开始的时候 对不对 然后后来 你不小心 你火了 你红了 然后你就变成你的时间完完全全就没有了 就变成说 你所有你就是要听公司的安排 而且是非常紧凑的这个工作量 非常大的一个工作量 然后你无情中你就变成一位专职演唱的歌手了 对不对 嗯 就是你的感觉就是有没有不一样啊 就是你真的有 你有没有就是有一天真的这样觉得说 哇 我现在怎么跟以前在以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那种感觉 有没有就是这种想法会think in 你懂我意思吗 你会去想这些事情吗 会想说啊 我现在很好 当然我没时间想啊 我当然不会啊 我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让你沉淀 因为这个东西一定要沉淀 你才会有一些的这个 对 省思或者是想法 因为根本没有这种时间给你啊 你每天 你现在你眼睛张开来 你在哪里你都要想一下 对不对 你在哪个城市 你在哪个哪个地方 都都不一样啊 所以而且我 我有好多年啊 我都 我都很少参加我自己家里人的活动 所以我大段时间是空白的 就例如说我看到以前的照片 哎为什么没有我 哎那个时候 哎那个时候我在哪里什么什么 他们就说你都不在台湾啊 这样子 就是有好多年的时间 我 我跟家里人的一个 就是 接触的时间 都很少 都变得很少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我有多忙 对 对啊 就是 就是 有一好没两好吧 你你你很忙碌 很忙碌 你当然你就会跟家里人的相聚时间就少 然后跟亲朋好友 你看像我好长一段时间 同学都不敢联络我 因为他们都觉得说你一定很忙 你一定很忙 你一定没时间 嗯 一定没有时间 一定怎么样 一定怎么样 就是说 人家都替我想好了 知道就不用跟我讲 因为我一定不会参加 或者是 我一定没时间 然后是到很后来 我才跟跟我的这个好同学 好朋友们讲 我说拜托 你们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子想 你们都可以打个电话啊 或者是跟我联络一下啊 对不对 嗯 你们真的不用帮我决定说 我一定不行 这样子 对 后来也才 不过老实说 后来我就没那么忙了 所以 所以后来他们也就知道说 哦 原来 好啦好啦 那下次我们就 我们就会问问看你 嗯 可不可以参加 或者是有没有空 这样子 对 而且这让我想到 就是说 你知道吗 就是你知道 有时候人啊 他走红或什么 毕竟你那时候 算是大家都用天后来称呼你 或什么的 会不会有人也以为 就是你会不一样 或什么的 可是事实上来说 其实你就是 你其实是 因为我们之前一直都在讲 你就是私底下 就是都没有什么改变 你还是 还是就是这么做自己 就是一个 很像普通人的生活 或什么 其实你也没有去想这么多 对不对 我没有想 可是我知道 有一阵子有一些留言 就会 就是对我 好像 我觉得就是 就是不喜欢我的一些留言 那个就是 好像是传出去的 那我就觉得说 我觉得这种 这种心理 就是心理有很多种 就第一个 可能人家嫉妒你嘛 然后再来就是说 就人家可能要 要故意重伤你嘛 这样子 然后可是我都 我都没有在意啦 因为我在意也没有用啊 因为我要怎么办 我不用去解释什么嘛 对啊 然后时间 过了一段时间 人家自然而然 就会知道说 啊 孙小型你没有变哦 你就是这样子 真的 你自己的就是这样 对 所以后来就是 根本 根本就是 不攻自破嘛 反正 反正就是人红 是非多啦 一定是这样的 对 真的 对 这我是最相信的 因为我就是 可以作证 你真的就是一个 数十年如意 然后就是 非常 你拜托你 你这样讲 我好像很那个 忽实简单的一位 第一把 这样子 没有啦 你是 我就一直讲了 讲了几百万遍 你就是上台是明星 你下台就是一个 你就下台就是一个 普通的人 这样 可是你上台就是 就是一个有明星的 位的人 这样 而且我在台下 超级普通人 普通都不能再普通 一直被歌迷神 怎么那么普通 然后都被歌迷神 怎么都没有欣慰啊 真的是 对 对 都被你嫌 这样子 对啊 我们的Podcast听起来 应该也是属于 普通的 普通的对话嘛 就是也没有让人家 觉得 也没有让人家觉得 说是什么大明星 在讲话这样 听起来都很生活化 大家觉得说 哇好亲切哦 那我问你 大明星怎么讲话 我问你 都一样嘛 像玛丽亚卡丽 就这样 Darling 就这样 叫人家Darling 那会太做作啊 自由一点啦 他就很喜欢演 他真的超爱演 好不好 我真的不管你了 我真的在里面 就不会要讲 这我不否认啊 好啦 我们要做个收尾了 那我们今天的 好 开始就到这边 我们先遗忘的专辑 嗯 那我们就 还是希望 就是说 那个 听众朋友们 踊跃的留言 好 对 然后 哎 你们想听鬼故事吗 也可以留言哦 真的 哎 我很想听 对 好 那我们今天就 真的吗 今天8月7号 明天8月8号 那这一集可能 最近不能录了 难道你今天 你今天没有 没有收到 好多人 我都收到好多 就是说 因为那个 国际的父亲节 88节嘛 就是8月8号嘛 对 然后刚好也就是 那个 农历7月的鬼门开 这样子 对 哎 我不知道 哎 我不知道 哦 因为我今天收到 很多的讯息 很多鬼门开的讯息哦 不是 就是说 88节这一天 就是鬼门开 这个讯息 这样子的讯息 对 然后就 然后又有人 就会传来 就是说 没关系 因为 那个 就是那边 也有那个 也有新冠 所以他们不会来 哈哈 因为都要被隔离 哈哈 要是 14天 这样子 哎 那他们家一个月 就没了 你知道吗 对 对呀 对呀 他们这样出来 14天 回来 14天 就一个月 他们这个月 就没了 所以呀 好辛苦哦 对不起 对不起 这个 对不起 这个 开开玩笑 这样子 我们是要 专进的心 对对 是是是 好 那我们就 我们就下回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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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